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这一辈子 少管 少说 少想 就是福 深以为然 人生一世 白云苍狗 多管则多愁 多嘴则多灾 多思则多烦扰 而命里有福的人 身上往往都有这三个特征 少管 省事横眼里讲 话不投机莫多言 事不关己 休多管 管闲事 落不事 少管 才能给对方留白 给自己天才 一个人最难得的修养 是少管闲事 前段时间 邻居张姐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好心没好报 费力不讨好 以后再也不多管别人家的闲事了 我问她怎么了 她告诉我说 觉得自己很委屈 明明是一片好心 到头来 却两头不讨好 听到这话 我瞬间有点明白了 张姐是小区里有名的热心肠和闲不住 前些年退休之后 总爱管些分外事 看到两夫妻吵架 她总会上前去劝上一劝 听说别人家中奖 她也要上门去打听打听 喜欢掺和 爱管闲事 就是小区众人对她的评价 只是不知道这次她又管了什么闲事 前段时间我二哥嫁女儿 准备给我侄女陪嫁一套婚房 我想着侄子还没结婚 就跟我二哥建议把房子留给她 毕竟女孩子嫁了人就成了外人 结果这话惹得我二哥大怒 后来我才知道 用这套房子陪嫁是我侄子的主意 她自小就很疼爱她妹妹 现在侄女怨我重男轻女 侄子嫌我都管闲事 两头不讨好 里外不是人啊 最后她苦笑着对我说 人这辈子不是自己的事 少管 有人说生活中我们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归根到底只有三件事 老天的事 他人的事 自己的事 而我们唯一有资格 有权利去管的 就只有自己的事 是啊 黄牛角 水牛角 各管各的角 黑狗毛 白狗毛 各里各的毛 正如法国作家马克里维 在其著作《偷影子的人》中写的那样 你不能干涉别人的人生 就算是为了对方好 和不干涉别人生活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幸福 而学会做一个少管他人事的人 是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 少说 林玉堂先生说 要说得巧 要说得少 言多必诗 语多必败 深以为然 人这辈子两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管好自己的嘴 是一辈子的修行 前段时间演员张萌又道歉了 原来他又说错话了 也许是因为追剧太上头 他在微博上吐槽 三十而以重的林悠又 因为语言不当 伤及了林悠又的扮演者张月 于是就有了他今年以来 第六次道歉 曾有网友这样总结张萌的一天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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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 我很欣赏这种 说错就道歉的态度 但是我真的很怀疑 是否所有因说错话 而造成的伤害 都可以用一句道歉抹平 毕竟言语伤人 剩余刀枪 刀伤易遇 舌伤难遇 就像那根造就疤痕的钉子 即使被拔除 也已经在别人的心上 留下了疤痕 所以与其在说错话之后道歉 不如一开始就少说话 就像张萌告诫自己的那样 要谨言慎行 和张萌一样 因话多而被骂的 还有乙能静 在综艺节目 婆婆和妈妈中 秦浩妈妈 就曾这样评价以能静 其实你这个人呢 善良还要强 但你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话太多 一语中递 道德经有言 多言属穷 不如手中 诚然如此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千万别让你的嘴 挡了你的福气 犹太人的智慧 预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牧师 吩咐他的仆人 去把市场上 最贵的东西买回来 牧师以为仆人 会买些 鸡鸭与肉之类的食物 可是最后仆人 买回来的 却是舌头 过了两天 牧师又吩咐这个仆人 去把市场上 最廉价的东西买回来 牧师以为 仆人会买些粗食之类的 可是这个仆人 买回来的还是舌头 牧师不解 问前两天 我叫你去买 最贵的东西 结果你把舌头 买回来 今日我要你去买 最廉价的东西 你又把舌头 买回来 这是什么道理呢 仆人答道 舌头这种东西 好则高贵无比 坏则低贱至极 是啊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欲伤人六月寒 与其多嘴招灾 不如少说俱福 少说才是福气的根源 少想 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 病是吃出来的 健康是走出来的 或是说出来的 烦恼是想出来的 前段时间 好友跑来和我倾诉 最近诸事不顺 好烦啊 我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 他现在周末都不陪我 但据我所知 他男朋友为了攒钱买房 最近跳槽到了一家 会计事务所 整天忙得见不到人影 看着他愁容满面的模样 我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对他说 你这啊 根本就是想的太多 你男朋友明明在为你们的未来打拼 你却在这儿脑补 遗情大戏 简直是自找烦扰 是啊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曾有人给杨将先生写信 困惑自己为什么无心上进 杨将先生在回信里说道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 读书不多 而想的太多 有人说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少想是一种顶级的生活态度 而多想 只会束缚住自己的幸福 荷兰著名作家 郭德勒根的代表作 刺猬的愿望一书中 有一只喜欢胡乱猜想的刺猬 这只刺猬因为身上的刺 一直没有好朋友 一天他突发奇想 不如邀请动物们来我家做客 于是他马上提笔写信 但信写完之后 他却开始不安起来 如果大象来了 会踩坏桌子 如果欢来了 会找不到话题 如果鲸鱼来了 喷出的水花 会把森林淹没 刺猬想啊想 想啊想 不一会儿 三十多种动物来访时 令人惊恐的画面 在他脑海中轮番上演 这时松鼠敲响了 刺猬家的门 然后 他们一起度过了 一个美好的下午 马德说 好多人把强大的想象力 都用在了自罚上 扒杆子打不着的事情 稍加勾连 就能安排在自己身上 那边还没风声鹤唳呢 这边早已四面楚歌了 的确 想太多 就是折磨自己 毕竟好多时候 是自己把自己折腾累了 自个儿把自个儿纠缠烦了 然后这个自己 挣脱不开另一个自己 所以啊 少想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 幸福人生有三宝 少管 少说 少想 人生一世 白云苍狗 转眼 便是一生 与其执拗于多多益善的赋予生活 不如去过少一点的幸福人生 人生下半场 少管 少说 少想 如此就好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